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荧幕上面的 这个呢,是我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不晓得Selection Rule 它是结果是怎么样 OK,你不是要去推导 那很简单的 你就搜索Selection Rule,找Wiki Wiki上面就有一个叫做Selection Rule OK,那因为你们现在学过了嘛,对不对 所以呢,理论上你可以上去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地方写错 写错你就可以上去写comment,然后把它给改了 OK,那你就变得很厉害的 OK,那它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列表 在这边 OK,这个列表呢,就是很重要的 它告诉我们,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Interruption,Persurbation是什么状态 是Electron Dipole的Interruption 还是Magnetic Dipole的Interaction 或者是Electric Quartal Pole的Interaction 对不对 你们上学习学过电动嘛 所以已经知道什么叫Quartal Pole 对不对 那一样是持了Quartal Pole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或者是它的Octopole 就是八极体 对不对 或持了八极体 那么你现在是什么状况 是严格的一个状况呢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LS Coupling 你会得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假设你是Intermediate Coupling 会得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你要是 你必须找其中一个下去做研究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它里面是怎么决定这个Selection Rule OK 有些参考书目 你可以从上面得得到 1,2,3,4,5,6 OK,1 在这边 OK,2,3,4,5,6 这些呢 有些可能是书 有些可能是paper 你要自己下去看看 有很多你们课本都已经有了 OK 它只是不晓得藏在什么地方 你要去把它翻出来 那有的课本呢 讲得很详细 有的课本讲得比较不详细 最详细的大概就是前面的 这个Electric Dipo 这个是最详细的 所以呢 大家呢 看一下 从这里面找一个跟你研究比较有关系的 假设你是做磁性的人 是不是要看看磁性上面的作用 为什么是这样 假设你是做光反应的 光电的同学 那你起码要知道 在这上面他怎么看待他的问题 OK 记住哦 它这些Selection Rule 根据的都是什么 Hydrogen-like atom 它根据的都是原子而已哦 所以假设你今天研究的不是原子 而是一个分子 哦 那又是另外一个Selection Rule 对不对 你研究这个固体 那要是固体的状况咯 没关系 我们先了解最简单就好 OK 所以我请大家呢 从这里面找一个当做你的topic 下去做研究 告诉我 它是怎么得到的 假设你可以顺便告诉我说 你有什么例子 是比较复杂的分子 怎么去看待它 那更棒 OK 试试看 把它写出来 因为这个呢 对你才有帮助 才有用处 OK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很简单的 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那么假设你不知道什么 你就 你就下去搜索嘛 就可以找得到 OK 好 那我先把它关起来 好 来我们来 玩一件事情 玩完之后呢 有个部分有好几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这个课本里面 有一个部分我是不讲的 Higher order Higher order的部分 Perturbation我不讲 所以你们感兴趣的 自己下去看 OK 就是从480事业的这边我不讲 OK 然后呢 一个18.4 General Discussion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这个部分只是讲到一些 Gaige的看法 所以假如说 各位学过电视学 学过电动 看不懂了 你看一下这边 它讲得很漂亮 很简单的 两个page 它就将事情给讲完了 OK 非常棒 那它后面很多例子呢 因为基本上跟我们 先前讲的呢 都一样 所以呢 那些例子 比如说502页的 OK 好 那 或者是 我看看 后面呢 有一些详细的计算的 那些 那些例子呢 我们基本上全部都讲过了 很类似的 只是我没有写成 它这么漂亮的数学符号而已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很漂亮的数学符号呢 常常会吓坏的同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用最简单 我们最熟悉的方式 OK 但是呢 我会下一次的跟大家讲 这个 diabetic perturbation之外呢 有时间我会回到这上面 OK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为什么它不亮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解一题题目 很好玩的题目 很简单的 好 我们就把前面这边呢 整个的复习一下 好 我看看我从哪边开始 我从 算了 我就把这边擦掉 从这边开始 好 现在呢 我们一个pterpation 它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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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又在零跟大T的中间 有个刺激 这个刺激的本身又是个常数 这边只是个常数量而已 这个比较简单 刺激一下然后就消失 请问一下 它会带来什么样一个效应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哈密通量表示出来 那我们这要学过Laplace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最简单的表示方式 就是把它写成Unitary Equation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我们第一个词词 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个词词 那其中呢 UT呢 我们的定义呢 是这样 它就是个step 也就是说 这个UT呢 十经小于零 通常都是零 大于一的人 它就是一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相当于有两个排列组合嘛 对不对 一个呢 是零 一 那零的 它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在T的这个地方呢 拆起来 OK 拆起来 前面这个UT是它 这是U的 T减掉大体 然后把这个减掉这个 那是不是后面就刚好减掉了 前面零减零也是零 最后就是这样中间这个 OK 好 稍微复习一下 简单的表示是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来请问一下 它的transition会怎么样 你从K 到K' K就是起初的 K'就是幕后的 OK 这个时候它会是什么 我们就回过头来查 这边就是我们的公式表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填的这个 只要写一张 它从头用到尾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间段 我们花在于思考的时间段 尤其得出来的结果 时间段 好 好 假设我从负物充计员 一直push到T的这个范围 当然它就会等于这样子了 OK 我们的积分就是这样 好 你让它算一下 好 那部分积分之后呢 会变成 第一项呢 是这样 后面这个我插掉 OK 反正那个只是 Delta function的意思而已 我们就部分分式之后 就变成这两项 我们把前面这一项呢 就是编号第四项 后面这一项呢 就是编号第五项 好 我们看看第一件事情 假设你的时间 已经超过这个大T了 就代表这个围绕又不见了 对不对 No disturbance OK 那么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 第四项 第四项 一定要什么 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 因为这个 H'等于零 等于零 它的这个 perturbation matrix 一定等于零 OK 好 那第五项会发生什么事 第五项 我们呢 整个把它积分一下 反正已经大于零了 我把它推到无穷远处 有无所谓嘛 对不对 你积分本来是从无穷远处到一个时间T 我现在时间已经大T了 那我们呢 继续把它写下 OK 那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 那我们将它所有的东西呢 通通带进去 所以呢 我们看看 它从K transition 到K plan 的probability 在这个perturbation 已经过去之后 还有没有保留啊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发觉了 它可以写成这样 特地一点 转租一下 转移一下 我们就到这边 我们发现这个得到 跟刚刚得到的这个很像 跟刚刚先前那个例子 得到的结果很像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 假如 我们现在探讨之后 时间很长 时间很长就是代表这个Pedaping的结果 已经过去了 但是它的结果还是留下影响 所以在这边 它就告诉我们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个告诉我们说 只有当在这个附近呢 才有作用 它同样的式子 同样的表示的方式 对不对 那么前面呢 当然这张Probability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Even它过去了 只要它当初遵守这个 那么它就告诉你说 我可以把它从下面激发到上面去 它可以这个样子做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果 OK 好 那我们有一点时间了 所以我们可以呢 回到前面了 我们来讲到一些这个Gauge Transform的事情 OK 现在呢 我要将它全部擦掉 OK 包括我们前面的笔记 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 只有在更深入的计算的时候 会用到这些一个Gauge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另外的 在古典电动力学里面有的 那么 在我们量子力学里面有没有呢 其实有类似的 我将古典的讲完 在量子力学的一些可能的行为呢 请你们去看一下课本 好不好 那课本那边讲只有一个page而已 一个page多一点 那我希望大家去看 那这样子呢 期盼你们看一下书 好 好 好 那我们看看 OK 其实这边大部分的 我们之前全部都已经讲完了 但是现在我们要来提一些事情 OK review of classical vitro dynamics OK 好 我们来看看 the response of the metal matter to the emlf 假设有个电磁波 打到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啊 假设它这个电荷 它一定要受力嘛 有个Lawrence force Q 乘上E 再加上C分之 V cross B 这很简单 OK 好 那我们说 the response of the field 一些场呢 受到怎么样 电荷的影响 这边电荷呢 我们是考虑电的电荷 要是此时的荷呢 我们就考虑 dipo 一场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 Maxwell equation 第一个是高斯电磊 第二个是什么 安培电磊 不是 法拉第电磊 第三个 没有单词级的假设 第四个呢 安培电磊 这边 这边 这边是电流 OK 这个是电荷密度 这边是电流密度 所以请大家记住一下 所以这个是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最后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continuity equation OK continuity equation 那continuity equation呢 我们可以从第五个四字 直接就把它算下来 你就会得到 continuity equation 不过从equation本身来看呢 也很容易理解嘛 第一个呢 divergence j 这指的就是通量嘛 divergence就是通量 往外流的量 往外流的量 假设我把等号写在中间 那它是不是divergence j 那等于负的partial row partial t 我就把它假象成 我的口袋里面有一笔钱 divergence j 就是它往外头流掉 就是我花掉了 它要等于什么 等于我里头 钱对着时间的变化率 对不对 随着这段时间 你流出去多少 我里面就要减少多少 所以它只是个质量 它只是个物质不灭的 这个定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理解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做几件事情 数学里面告诉我们 假设有这个操作 它一定等于0 有这个操作的话 一定等于0 所以我们把这个操作 拿来跟第四个式子比较 这边有divergence b 所以是不是代表我b要是等于一个ker a 这个等于0 有没有存在 right 所以呢 它是不是第四个式子呢 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b啊 可以定义成为ker a 假设b是我们量测得到的一个东西 那么a呢就是一种位呢 而且这个位的本身呢 是一个向量的位 第三个式子 它也是等于0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带进去 第三个式子里面 它就代表这边是ker a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运作一下 我可不可以就得到 因为b会等于ker a啊 两个都有ker 我把ker提出来 所以把这个带入里面的时候呢 第五个 这是第三个式子里面 就会得到另外一个ker 一个完整的东西 叫做1 再加上11分之1的partial a partial t 要等于0 对不对 会有这样子 那上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词位的定义式 所以我先写在这边 好 再来呢 不只是有这个公式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公式是这样 ker gradient 5 也会有一个 这个是数学很等式 OK 所以由这个眼光来看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 假设ker这个东西要等于0 那么这个东西 可否就把它装成 它就是这个东西 来 那我们整理一下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七好了 这个名号跟我的笔记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所以第七个式子呢 就告诉我们说 是否我们就跑出个1 加上 加上 11分之1 partial a partial t 要等于负的gradient 5 你说这边没有负啦 反正等于0嘛 有加负都 有没有加负 没加负都一样 只是在物理的定义上面 我们加个负 比较合理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对不对 这是我们第八个式子 所以你看看 这个呢 式子里面呢 跟我们定义出一个 纯的电位 这个定义出一个向量的磁位 那他们有不同的equation 在这边呢 他告诉我 我电厂的本身呢 不只是我进电的 电位的gradient 它跟我A的cur 也有关系 所以这边就代表 电跟磁 其实是couple起来一个东西 好 那么现在呢 再来玩下面的 这个游戏 OK 再来一个 数学的横等式 你看都是数学 他告诉我们说 他可以写成这样 OK 所以呢 我们这样一来啊 我们就可以 继续的做下去了 我们把 我看看 这边有1嘛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把第84带进来 我把第84带进来 我先看看 我们先把这个留在这边 然后我现在把第84带入第24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第90带进来 同理啊 我们有B嘛 我们把A 把第6个四子带进去 对不对 第6个四子带到第5个四子 6跟8 同样带到第5 整理一下 你就得到这样 这第4个四子 OK 好 这边看起来都是数学游戏 那我们在干嘛 好 我们再看看 这边只是物理的equation 通通有物理来 这边他告诉我们说 因为数学很等式 所以我可以定义出一个 向量 为能 这边我可以定义出一个电的为能 或者是电场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然后右边就算出一些东西出来 这边只是想办法将左边这个四子转换成为 未能的观点来看 都只跟未能有关系 对不对 不是A吗 就是Fi 就是这两种而已 OK 但是呢 假如说我们仔细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真正物理里面 Kill的 在古典里面 记住哦 它concern的是E跟B 而不是A跟Fi 它concern的是这件事情 它的交互作用是 都是跟E跟B有关系 那A跟Fi是什么 A跟Fi是我们根据数学的公式 把它定义出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配合上一点点物理的意义 我们就可以决定它的符号 那基本上它从数学很等式就可以得出来的 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只要吻合这个数学很等式 管你怎么变化 它都可以啊 所以我的定义方式不是只有一种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的定义改成这样子 我们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四子到第五个四子 Are sensitive Only to E and B 那么 A and theFi can be all in some way 用其他的方式 without 不需要 怎么样 anything physically ok 也就是我A的定义 不只是只有这种而已 我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让这些四子完全吻合 但是可能对我们后来的计算 方便很多 ok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假设 你要是回去看我们的笔记呢 先前我们在算到这些的 跟电啊 磁的 这些现象有关系的时候 常常我们会引入一些奇奇怪怪的A 的公式 它就等于零 你说哇怎么这么聪明啊 它会等于零 能不能证明 其实最主要叫做gauge 我们叫做gauge的意思就是说 我怎么样变化它 在某一定限度里面变化 只要不影响我物理的 outcome 那你爱怎么变都可以 ok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让新的a跟旧的a当中差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样 新的phi跟旧的phi当中差一个这样 ok 你试试看把它带进去 一到五四通通都不变 也就是a的定义呢 不只是这么直觉 我后面可以加入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大lambda 新的lambda的一个 skate的 跑进来 那么它还是遵守原来 ok 那么我们就说 the transform the transform 我们把这种transformation叫做gauge transformation 那你就要说说看 就是说 抱歉这个没有 我怎么知道 这样子可以 那就代表说 我不只是可以找这种 我还可以找其他种 对不对 只要让我一到五四 物理的量本身不改变 通通都可以 那这个就叫做gauge transformation ok this gauge transformation does not change system itself 它并不改变 系统它自己本身 ok 那这个呢 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gauge invariant gauge的不变形 ok 那么其中呢 lambda is the gauge parameter ok 那么我们会说 a跟phi and a plump 跟phi plump called gauge transforms ok 所以你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 取法 你们课本里面有个例子呢 今天事件的因素我就不讲了 请你们自己去翻一下 不晓得在在在第七页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 好 对 你们在 492页到 应该是 这个例子 有个叫 Chrome gate 在494页到 497页 ok 有个example 494页到 497页 ok 只有一点点 很容易看 请大家上去看一下 它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ok 那么我们就很想问 既然这个gauge 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个gauge太好用了 很多地方equation 复杂到不得了 你再找到一个特殊的gauge 不影响到物理特性 那这equation就可以被简化到 非常简单 人家看到好的东西 都很想要用用看 对不对 好 假如说 这个 这个 创冰里面 加一点蜂蜜 变得很好吃 那你就很想要看看 面包上面撒一点蜂蜜 好不好吃 那我们就问一件事情 量子力学里面 是否也找得到 这个gauge transformation 答案当然是正面 是的 我们找得到 ok 好 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量子力学上面的一个example呢 就在紧接着这个例子后面呢 他就稍微讲一下 大家可以翻一下 好 那我们剩下的一点其他的东西 我们下一次会再讲 基本上考试就考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很简单嘛 我们从time independent 到time dependent 我们都只在算 petervation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 人家考虑什么问题 你就把它丢进去 就把它算出来就对了 ok 谁怕谁 好 所以数学功力强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